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有缺陷霉 都有那种 所有的鞋花都是在牛缝上长出来的 所有的垃圾都是 就是说你的认知上有死角 如果你跨家一定有死角 你就找下 就是你已经不能从歇史里面寻找到美感 因为我们从小时候都有梦想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父母是最完美的 什么样的丈夫是最完美的 要有个什么样的家 根据自己的状态是设计啊 窗帘啊 地啊 我的床一定是白色的被冲啊 我也冲进我脑子里的 我的床一定要有个什么样的文章啊 甚至什么样的被单啊 或者我的床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要有什么样的小房间啊 我要有单单间啊 外边客亲我怎么固执 有一个很美丽的梦想 你永远有 然后你结婚后 你会发现跟你不一样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 住在一个单身宿舍里 房间你知道摆着什么 摆着公司的 摆着他们公司的 就是公司的一些 它是个单身宿舍嘛 文件柜 你连个书柜也没有 你最起码 我当时觉得 我最起码房间应该有书柜 因为那会儿 太爱看书嘛 你还没电脑嘛 你不想要电脑 你最起码有个书柜 把我的书放进去 我就没电 就书在地上 纸箱里堆着 他说你能那样就不快了吗 你没办法 你永远 到今天我也没达成 我想象的要的那个房子 就说我爱我很久以前 因为我以前学美术的 我从很久以前梦想的 那个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到今天你们 你难道不快了吗 你永远不会 可能你今生 就不会有那样一个房子 那房子永远是你的梦想 当然因为那个 不是说你达不到 如果你去这一生去努力 为那所房子努力 你可能达成 但是其实你到现在 是你觉得那个房子不重要 那样一个房间不重要 他在你的脑子里已经足够了 包括你的丈夫 包括你的 他有些美丽的东西 他在你的意识层面达成了 现实能不能完美的给他切入 其实已经不重要 因为你追逐了更高的东西 你追逐了佛陀的智慧 那么这个世界的东西 你都成了过客 是要舍离了 你还折腾傻呢 就是有些东西 来了就来了 走了就走了 你就这样的坦然的面对着 是吧 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个东西是直接的这样子走的 而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走的 而所有东西摆到你 立志来了你就吃 没有你也不想 费机心机的 我要去赚钱买这个东西 是吗 垂圆了就是这样 因为你永远把自己 你已经是个行者 行者是不一样的 是出三戒 出三戒 你要更紧要的事情 去想去做 那你的房子 你的所有的一切 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 你目前你也没达到你要的 尤其一个很有思想的女孩 她心中一定有一个梦想 美丽的爱情 有恒的 哎怎么样 真的是分什么 花钱月下的 或者甚至有自己的花园 甚至有什么 哎 也许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最起码就想会写一个 有一个美丽的窗帘 他的窗帘一定是布衣的 因为他喜欢布嘛 布沙发 布窗帘 布床帘 他一定设计成一套的 绝对不能从两戒三戒 背着一套的 是吧 我就是被老妈这样破掉的 我说我没有那么美丽的 我设计的房子了 我最起码朝上那个被单 跟床破 我的褥子跟背着那个床 但是整齐的一套的吧 老妈总是给你拆件 她说一套的不好看 她给你把这一套的被单 就是什么 永远给你拆 你永远盖不上一套的 然后没办法最后认了 最后你再开始 第一是认了 不再生气了 第二是 然后你开始坐在那 欣赏这个不配套的美丽 我也明白吗 你就 这两个碰在一笔也行啊 是吧 这是差异没吗 虽然没有那么像 但是这个也行啊 后来你就会慢慢去 不体验这些了 老妈这么辛苦给你铺好了 你看你回来已经 就是说 体验那种母亲的那种温暖了 已经不再介意这个被单是上下不配套的 觉得老妈辛苦去体验这种 温暖了人世界 就很多东西可以体验 你都没有 但是潮潮闹闹的那边有友情啊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啊 是你 是你一个人过去 永远企业不到的 或者修行那种碰撞啊 永远打不到 就是你会憋着发 企业其他东西啊 但有些都是开始无奈的 没有人碰撞你 你永远改不了 知道吗 如果我那么顺利的 我一结婚就有一套大别墅 然后我房间里的东西 就是我去设计的 我就住在那样的别墅 又怎么样 我也会坏啊 因为过两天我就觉得 这样不舒服了 我再把窗帘拆下来 我换成花的 花的拆下来 换成白的 你知道那些拥有什么样呢 是吧 那要浪费很多时间 在那上面 但是说没有时间 然后说哎呀休息 不行我今天的那窗帘好多呢 我七个窗子呢 我十二个窗子 三层楼呢 我今天光洗窗帘 我就能洗它三十天 不是说我们洗窗帘 也可以修行的 也没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心啊 你当你没有的时候 那个障碍 这是框架 模式 从小那种模式 那就是最要命的 从一开始那种梦想 把那个梦想 设定成什么样的 然后当下是这样的 永远现实跟你的梦想 是有差距的 当下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体验不到 当下的美了 你就没有 你又没办法从这点点滴滴 寻找快乐 吃粒子 吃不滋味 哎呀就是个甜嘛 喝茶不就是个茶嘛 你也永远不会感恩了 一直是水带过来 茶是从哪拿来的 这个茶你就品不出茶味了 因为你活在你的梦想里 活在你的美丽的传说 就这样 我们不需要那些东西 你如果有 你去设计 没有就算 所有 就把这些东西 框架一层一层打破 清晰的活在当下 看当下的东西 当下你拥有的 才是你财富 当下拥有的 即使它充满了缺陷 你觉得充满了遗憾的缺陷 缺失或者是你 还有你的欲求达不到 那恰恰是美 如果每一个欲望都完成了 你已经贴不到这个世界 遗憾的渴求 其实才是最美的人生 如果你在人生里边 一点也没有渴求了 没有遗憾了 这个世界就永远不可能完美 如果你全满足了 你一定活你了 知道吧 你真的是 你会逆死的 你会觉得 生命有什么意义 因为 因为还有点追求嘛 还有点渴求嘛 还有点渴求嘛 还要渴求一些东西 还要渴望一些东西 还有稍稍的心里有些遗憾 其实这才是真实 人世界这是真实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完美的事情 你总是得了这些 失去那些 你总是有遗憾 如果你一点遗憾也没有了 或者是 那么你会非常的疲倦 可能越倦 越返 人与人也是 夫妻俩 一点遗憾也没有 每天呆着 谁也不想看谁 什么都有了 要什么有什么 真的是 谁也不想看谁 有点渴求 还好一点 就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 自己心的那种解脱 心里想先从自己设定的那种 模式里面解脱出来 总有人帮你解脱的 你自己搞不定 总有人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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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解脱出来 有时候是这样 我现在对老妈怎么破那个床 我也能睡着 我不在乎 老妈把两个床带 并成一个 还是三个床带 放在一起 老妈 永远不会给你配套 永远不会 就是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我唯一就是说 房间空气不好 我受不了 那是你肺不好嘛 你不是不能忍 你也可以 但是你起来 你身体很累嘛 很倔嘛 然后没办法做事嘛 所以你会觉得 哎呀 房间流通一点 开窗啊 打 因为你的 这个就是说你要 因为你要做事嘛 你必须把这个身体调过 所以你要 要有些方便啊 自己要要求一些空间啊 这个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啊 什么这个 这个要求 我觉得你可以 因为如果你能达成的话 其实其他的 都可以忍耐的 有什么 在你身体 承受力范围 都在你承受力范围 但是我是缺氧 已经超出我的承受力了 因为本身自己就是缺氧 那在你承受力不行的时候 那就必开心 当年美不美 这个根本就不需要在意嘛 真的到一个人心里充满爱的时候 那个窗帘 怎么看着不美 掉挂着什么也美 心里有爱的时候呢 真的是窗帘都在跳舞了 什么东西都很漂亮 你用爱的眼光 看任何东西都会有美感 什么东西都会美的 那叫共鸣 我叫共鸣 就叫共鸣 只能帮助 你不要再贵 我叫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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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